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葬了什么呢 西汉所有帝王中为何只有汉文帝埋葬在了白鹿园上 这其中又有何玄机呢 他为什么远离祖陵区选在了长安城东南的法 主要的有三条鱼 考古公开课 承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汉林考古队队长马永盈 为您讲述霸凌未解之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文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欢迎各位来到考古公开课 有种说法啊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 在它周围广袤的大地上 一共有大大小小72座帝王陵 那这些地下的世界呢 也构成了一部特殊的中国的历史 但是在这些所谓的众多的帝王陵寝当中 有一位鼎鼎大名的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志的汉文帝刘恒的霸凌 却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 那么霸凌到底在哪里 霸凌考古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021年12月14日上午 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对外披露 经过考古人员的多年努力 最终确认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园上的江村大墓 为西汉汉文帝刘恒的领寝霸凌 在中国历史上霸凌的主人很有名 他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第四次 秦皇汉武中汉武帝的祖父 西汉著名的皇帝刘恒 秦末汉初 汉帝国刚刚结束长期战乱 社会经济凋敝 人口衰减 高度的提升 汉朝的物质基础已大大增强 缔造了中华文明进入帝国时代之后的 第一个盛世 刘恒去世后被追视为孝文皇帝 汉文帝与他的儿子汉景帝 共同缔造出汉朝初年 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太平盛世 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 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 同时也为之后的汉武帝北征匈民 实现大一统的鼎盛全面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样一位开创千古盛世的帝王 他的陵墓究竟有何奇特之处 霸凌考古又发现了哪些盛况空前的器物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邀请到的主讲嘉宾 是来自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汉陵考古队的队长马永莹 让我们掌声欢迎马老师 您好 您好 欢迎 我们注意到在整个汉文帝霸凌的考古当中 揭示了很多有趣的现象 比如规模如此庞大的帝王陵寝 却没有封土 千古以来对于汉文帝的评价都是因为节俭皇帝 从目前考古的情况来看能够和史书当中印证吗 这个呢就是当时我们发现了这么多外藏坑 周围呢有100多座外藏坑 它东侧的窦皇后的陵屋呢 自身也有10多座外藏坑 就整个外藏坑呢 霸凌灵器的外藏坑加下来呢有200多座 包括我们发觉出土了很多文物之后呢 实际上引起了很多的人的质疑 因为史书记载 汉文帝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而且临终遗诏呢要求博葬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么多外藏坑 而且呢里边埋的大量的很多的陪葬品 所以说呢当时大家就很疑惑 这个是不是颠覆了文献的记载 汉文帝这个有点是不是作假了 您的理解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呢 就是通过我们实际考古工作发现 我当时就说是恰恰证明了汉文帝确实做到了博葬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讲呢就是你这个考察一个历史人物 你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他 汉文帝毕竟是2000年前封建社会的一代帝王 他基本的理智就是要求这个皇帝所具备的基本的理智 他是要有的 我简单讲就是他要啥呢 减配不减制 就是我作为一个帝王需要陪葬的东西 我是要有的 但是我只是把这个东西呢数量缩小了 质地呢变成了其他的比较节俭的质地 比方说原来陪葬的基因器什么 我把它变成陶器 另外一个圆大的东西 我把它变成了模型器 我们叫凝器 非常小这样的 就是体现这么个意思就行 不利风土是不是也这个概念呢 当然不利风土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节俭措施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目前我们考古队发现的这个西汉地灵 包括皇帝皇后的陵墓 地面上都有高大的风土 那个风土呢 一般底边长都在160甚至到200米 这么一个几何体的风土 高度呢在30米 这个呢据有的学者测算的 说是要达到三四十万立方米的这样土房 而且在古代2000年前 它没有工程机械 不像咱们现在 那你我修堆这么一个土很容易打 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 土是靠一敲一敲铲的 有的时候呢这地方土不够 还要从其他地方运过来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西汉倒属第三个皇帝 汉成帝 汉成帝当年呢 他曾经要建昌陵 当地呢土不够 他要从丽山脚下往过运土 当时那个成本多高呢 汉书里边记载说是 取土东山贵同宿米 就是造成了国家财政大量的浪费 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汉文帝呢 人家要求这个不起风土 不及风土呢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 搏葬的一个措施 所以对应着司马迁的史记 或者其他的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 从我目前的考古来看 汉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我目前的考古来看 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 至少就说是他做到了搏葬的 这样一个好皇帝 据这个史记记载呢 说是他当时还要求 制霸凌皆以瓦器 意思就是霸凌陪葬的时候 全部用陶器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室 当然后边提到他不起风土 不起风土的目的是啥呢 欲为省雾繁民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节俭 咱们现在发现的包括外藏 当然主墓呢没有发掘 但是它外围的外藏坑呢 咱发掘出来以后 首先一个有大量的这种陶涌 陶涌呢就是瓦器嘛 就是陶的东西嘛 另外一个也出土了大量的陶罐啊 什么这种生活器皿 另外一个即便出土了数量 不是很多的这种金属器呢 也主要是铁器铜器 而且大家注意 就是它全部是那种铭器啊 模型器非常行 基本上做到了多藏 这样的一个要求 汉文帝霸凌考古取得了哪些成就 让我们把掌声后舞台留给马老师 能请 根据咱们现在发掘的这个霸凌的情况来看 当然咱们主要发掘的是霸凌外围的这个外藏坑啊 这个外藏坑的情况来看呢 深度非常深了 我们挖的最深的那个坑呢 九米多深 宽度呢基本上三到五米 确实是文献里边记载的 当时汉文帝要求呢 说是霸凌陪葬解瓦器 首先一个每一座坑里边都有大量的陶涌 比方说我们在汉文帝霸凌东北角 发掘的一座很大的坑啊 七十多米长 靠近皇帝陵墓南半部分 主要是陶涌 有多少箭呢 一千多箭啊 基本上是密密麻麻的全部倒极到这个坑里边打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印象 就是当时陪葬的陶涌也好 器物也好 他并不是直接埋在坑底下的土里的 而是这个所谓的外藏坑底部呢 有一个一米八到两米的大墓箱子 就是高度这么高的一个大墓箱子 他便于人在里边放置陪葬品工作啊 这个当时是这样子设计的 这么一个大墓箱子 然后把陶涌呢 一般都放在靠近皇帝陵的这个位置 而且陶涌排列的是啥呢 就是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面向皇帝陵墓 实际上就是啥呢 等候皇帝随时召唤啊 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态呢 是因为当时的墓箱子呢 时间久了之后腐朽 腐朽之后上边的田土呢就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把陶涌呢砸倒了 再加上陶涌本身 他的衣服胳膊全部腐朽掉了 所以就横七竖八的就倒在那 然后呢 陶涌的身后是陪葬的器物 陪葬的什么器物呢 是为实现这个官署机构的 职能配备的器物 我们在汉文帝霸凌的这个西南角呢 发掘了一座坑 这个坑规模不是很大 四十多米长啊 然后里边呢 发现了有带刑具的陶涌 但是刑具的这个陶涌呢 明显的是刑徒 是犯人啊 我讲呢 说是这个坑呢 象征的地下官署机构 那为什么把犯人 会陪葬到这个官署机构呢 实际上这个呢 很有玄机啊 我们后来通过发掘之后呢 发现这个坑里边出土的印章是啥呢 中司空印 司空是古代管工程的一个部门 就是管工程的一个官署 而汉初的时候呢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他不光减负税啊 劳役呢 他也在减 然后呢 这种像修建 都城 地灵 这种旷日持久 今年累月的这种大型 这个工程呢 当时呢 根据文献记载 主要的劳动力就是行徒 而皇帝陵墓的这个外藏坑呢 他非常写实啊 他当时呢 就仿照现实中的这个情况呢 把这个工程中 主要劳动力行徒呢 都陪葬下去 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件陶俑呢 他脖子上带了一个铁箍啊 旁边还有一个翘起来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当时的一个刑具 它叫钳 然后脚上带的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不是脚料 它就是只有一个铁环 叫地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行徒 服刑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 汉文帝当时呢 废除肉刑 本来这个人呢 如果肉刑在的话 处罚方式的话 是刻字啊 叫情形 脸上刻字的啊 最后他说是 把脸上刻字的这个刑法 废除掉 然后让他带着铁工啊 去做苦役 一般做四到五年 做满之后 然后就恢复平民身份了 所以说汉文帝呢 不光废除了肉刑 还确定了刑期啊 所以汉文帝实际上 在中国历史上 不仅仅说是节俭呀 或者减轻赋税呀什么 他对中国法治时的改革 也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勇呢 就体现的是 当时法治改革的一个成果啊 另外一个 中间这个勇呢 很奇怪 这个勇呢 因为我刚才讲 这些陶勇呢 非常写实啊 尽管他穿着衣服 但是呢 衣服折臂的这种器官呢 都塑造的非常避震啊 毕露无遗啊 包括圣旨器官 而这个陶勇呢 当时我们发觉出来 我觉得非常奇怪 他没有圣旨器官啊 就是性别不明 我们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边 就记载说是 当时秦始皇就正发 七十万隐功徒 修阿旁公立山林啊 包括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呢 曾经两次下诏 赦免在杨陵 做苦役的死囚犯 条件是啥呢 接受攻刑 因此上呢 我们结合文献 还有坑里边出的文物来比照 我们发现 这个陶勇呢 可能就是当时的 受了攻刑的陶勇 但是非常遗憾的 就是这些陶勇呢 原来应该身上穿衣服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胳膊呀 衣服呀 全部腐朽掉了啊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呢 就是一个缺臂裸体的状态 刚才我们讲到 就是那些坑呢 大小规模不一样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 是因为 它呢 根据官署机构的规模和职能 来设计的 它不是按级别 你比方说这个官署机构呢 级别很高 但是呢 实际上你管的事很简单 人员也很少 所以坑就很小 这个官署呢 虽然级别不高 但是问题是 它管的事多 事情比较庞杂 然后里边的工作人员 官员也多 所以这个坑规模就比较大 所以就形成了 我们看到现在 霸凌周围的外藏坑呢 大大小小不一样 长的短的跟锯尺 另一方面呢 坑里边发现的一些 数量不多的金银器啊 这个当然我们讲 这个汉文帝呢 曾经要求说是 培葬解瓦器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室 但是里边还有一些金属器 但是金属器呢 我们发现主要是铜器和铁器 底下这两件东西啊 一个所谓瘦高的 一个所谓胖矮的 这两件东西呢 像一个铜壶一样的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 非常先进的 技师的工具啊 它叫铜镂壶 滴镂 它的工作原理是啥呢 就是那个壶体里边 它成的是水 旁边那个小嘴呢 它这个有一个小孔 那个水呢 是非常有规律的 从那个小孔流下来 壶体里边的水面上呢 有一个浮子 浮子中间呢 有一个箭杆 箭杆呢 通过这个铜器中间的孔 伸上来 那个上边有梁 那个梁中间都是有孔的 伸上来之后呢 那个箭杆上有刻度 然后那个水呢 一滴一滴 很有规律的往下落 箭杆上边的刻度呢 通过这个上边的那个铜梁呢 我们就能看来这个时间 是这样掌握时间的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是我们发掘的 霸凌的这八座外藏坑呢 当然有的是被盗墓贼破坏了 或者盗走了 所以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铜笛楼啊 济石的东西啊 而且根据文献记载呢 当时皇帝上朝的大殿上 也有专门报尸的啊 我开玩笑讲呢 我说是你看古代的官属机构 人家也考亲了 有钟表呢 对不对 上边呢 中间呢 有一个方向盘形的东西啊 这个都形体非常小啊 这个方向盘形的东西呢 大概有三厘米 三四厘米啊 就这么小一点点啊 然后它两侧呢 是两个齿轮 特别是 你左侧的这个齿轮呢 是非常这个贵准的一个齿轮 我们请了搞技术史的专家啊 他们当时呢 首先就说是 这个东西不是寒带的东西啊 为什么呢 说是根据这个工艺来看的话 都觉得不应该是手工做的啊 这个齿轮呢 非常的精致 它连的也是木头的东西 全部腐朽掉了 我们搞不清楚 它的这个结构 当然也就弄不清楚 它的工作原理啊 但是这个齿轮呢 真的是非常工业化的一个东西 我们通过80的发掘 结合史书来看的话 就是因为史书当时记载 汉文帝本人就非常接见啊 他一生提倡接见 在汉武帝的时候啊 当时的东方硕 回忆汉文帝 就是汉文帝当时 接见到什么程度 说是自己穿的 那种丝绸衣服 没有文绣啊 就是没有花纹 是粗布的啊 粗仿的 穿着生牛皮做的皮鞋上抄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 说是 集上书囊 以为为木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古代那个时候呢 没有纸张 大臣上奏的奏章呢 是写在 竹简木杜上边的 因为写好之后呢 他最后外头要弄一个 那个袋子啊 这个上书囊呢 指的是那个袋子 把它装起来 然后呈送给皇帝 汉文帝解简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大臣上奏的 这个奏章呢 那个袋子 他舍不得扔啊 他把它拆下来 然后坠捕到一块 坠连到一块 最后做成了大殿上的帷幕啊 就节俭到这个程度啊 而且东方硕特别讲说是 当时齐老皆文见也 当时的齐老是有特指的 指的是六七十最高龄的人 就是因为汉文帝那个时候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 下来是他的儿子 汉景帝十七年 到了五帝的时候 因为东方硕是五帝中期的人 所以说呢 那都过了五六十年了 他当时讲说六七十岁的人呢 当时都不光听说过还见过 就这么节俭啊 这个正是因为汉文帝啊 本人呢 就是提倡节俭 而且呢 就是他临终的时候要求博葬啊 就是这种非常好的这种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优秀的这种传统呢 所以最后他才开创了汉景之志 有了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盛世啊 这个非常难能可贵 谢谢 谢谢马老师 非常感谢您带来的精彩解读 谁有问题 我想请问的是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 博葬这个概念的帝王是哪一位呢 根据咱们现在的文献记载呢 第一个提出包藏的就是汉文帝 当年呢 修霸灵的时候 他多次亲临自己的灵墓的工地去市场 这个有一次呢 他曾经讲到 就是说他要把自己的灵墓 修得非常坚固 就是那种麻絮什么的生漆 我把缝子给他一填 这样坚固的墓 谁能倒得动啊 就是当时文献记载说是善 那意思就是皇帝说的好啊 英明 但是有一个大臣呢 这个叫张世之 这个人呢 很有主见啊 这个人是汉文帝朝的一代名臣啊 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就是关于博葬 说是 这段古文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里边陪葬了大量的金银啊 就是很多的财富 你就把它修得像南山这样坚固 还是有缝隙 可以钻进去的 你如果博葬 里边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就没有石锅 你有啥担心的 这个话才抑郁击中了要害 这个汉文帝呢 一想以后觉得 哎 张世之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呢 是著名的当时 君臣之间的一段对话 关于博葬 这个汉文帝的霸凌啊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考古 发现了各种各样 让人觉得有趣的东西 伴随着马老师的解读 我想大家对汉文帝霸凌 一定充满了好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马老师带领着我们 跟随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 一起到考古发掘的现场去看一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汉文帝霸凌的 凌区的核心部分 我们身后呢 就是他的陵墓的位置 再往南走呢 大概两公里的位置 是他的母亲 伯太后的南陵 在这个位置的东侧啊 大概呢 有800米的位置上呢 是汉文帝的皇后 邓皇后的陵墓 我现在带大家呢 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正在发掘的 汉文帝霸东北角的 第15号坑的这个情况 这个坑呢 总长度70多米 宽度是3到5米多 深度呢 达到9米多 我们清理到底部之后呢 发现 实际上这个坑呢 它分为两个单元啊 这半部分呢 大概不到30米的这个 这么一个长度呢 主要是放在乐器啊 那些器材 南半部分呢 主要是陶鲨 我们这个到下边去看看 我身后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呃 刚才我讲的这个坑的这个 背半部分这个单元啊 这个单元呢 主要放的是 为实现这个官署机构的 呃 职能所配备的器材 我们注意看里边呢 基本上都是乐器啊 当时应该是 靠着这个坑的这个东壁啊 应该放的是边庆 还有边重啊 在这些遗迹里边呢 清出来了大量的这种 色录啊 琴枕 铜铃等等的 这些乐器的配件 这个外藏坑呢 底部的结构呢 实际上在这个坑底下呢 会修一个大木箱子啊 呃 就是一个木结构的隧道 我们讲的通俗的讲 就是个大木箱子 但是很遗憾的是 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 木果的这种啊 样子了 但是呢 木果腐朽之后的痕迹 还是留下来的 我们注意看 坑的两边呢 都有非常明显的 这个白灰印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那木纹一道一道 都非常清楚啊 这就是当时 木果的痕迹 这个坑呢 应该说是 是劫后余生啊 就是这个 当时我来发掘的时候 上面倒洞是非常多的啊 我们也不抱多大希望 结果没想到 挖旋机之后呢 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南半部分呢 是大量的套用 基本上还都在 没有被盗墓贼扰动啊 破坏的这个桃涌呢 大概还有七百多件啊 再加上后边被破坏掉 残碎的桃涌 应该有一千多件桃涌 我们现在呢 这考古队员呢 正在解锁密鼓的 提取这个桃涌啊 桃涌它现在倒塌了之后 都铺在地上 它是相互交叉 叠压着 对我们这个提取呢 是它难度很大的 比如说在这个区域 要定行这个 提取文物的时候 其实它这里面这个桃楼 它非常多 你看这一个 它下面还有一个个体 然后这边有个腿 这边有个个体 对吧 它有这么多的残碎片 那我们在线上 首先要把这个碎片 要拼对一下 它到底是这个的呢 还是这个的 对不对 另外一个这一块 这好像有一个角 对吧 这也是一个角 这也是一个角 下面这个好像也是一个 那我们在提取的时候 要把这个先拼对出来 我们在提取的时候就是 首先是我们在这个 清理到这个 整个清理到这个面上之后 我们就进行了这个 照相和绘图 基本的资料 做留存工作 同时我们还 对它整个这个空体 包括这个桃楼 进行了这个 三维全息扫描 在这个绘的这个底图上面 我们大致对这个桃楼 进行了编号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提取 它基本就是 按照图上这个号 一件一件再去提取 提取呢 那就还是用的 我们这个手铲啊 小竹签啊 基本是把它粘连 这个桶它剥离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 这种竹签 那这提取的过程中呢 就是用这个 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桃楼 生下的这个 粘连的这个桶 给它一下 应该再剥离掉 同时在这个 玻璃的过程中呢 它或许还有些 小的这种 贴在这个硬章啊 或者是这个 小的带珠之类 你就可以 及时能清理出来 所以说 我们在现场 每天的这个精度 并不是很快 因为我们要在现场 解决这个 单独个体的 这个残碎片的问题 我们一天 如果能 能够提到这个 五到十件的话 那就算是很快的 预估就是 这个上千件桃楼 提完之后 差不多需要 三个月时间 我们一般就是 买的这种整理箱啊 我们用这个泡嘛 把它给隔开 因为它这个桃楼 都是比较窄的嘛 细长的 隔开的一个区间呢 它就换一个套楼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对它周边的这些 小碎片 大致进行一个拼队 等于说是 尽量去把一个个体 套楼给它收拳 这样的话 在回去到修复室的时候 我们这个修复保护 拼队 它就非常的快 攻略效率就高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汉陵考古队的 文保修复室 我身后呢 他们正在对这个提取的文物呢 进行这个保护修复 这几件泳呢 根据情况来看的话 它应该是形土泳啊 脖子上一个铁锅 旁边还撬着一个尘 这个当时呢叫钳 而且这个泳呢 很有意思的是 它除了戴着钳锯之外呢 它的这个脑袋上 你注意看 它是没有发剂的啊 当时有个刑法叫 坤刑啊 就是剃发 它当时应该是 坤钳刑 既坤发又戴着 脖子上这个钳锯啊 这件泳呢 也是一个女泳啊 这个泳呢 就是它相对来说 这个犯罪的程度 应该是没有它严重啊 或者说处分的比它轻 因为它呢 脖子上没有钱 但是它的脑袋后边 也没有发剂 也是被踢发了 是受了坤刑的啊 我们讲的这个 呃 形土泳呢 这都是汉文帝领出的 这个 呃 桃鲁 呃 我们再来看 这边这个 看着比较好看一点 桃鲁 就是 它是素衣的 衣服素好的 然后呢 呃 这个彩绘有的 还保存得很好 这个呢 是汉文帝的母亲 伯太后南陵的 外藏工出土的啊 我们注意看 这两件泳呢 是势力泳啊 这个拱手势力泳 手里边应该还拿着东西 用中空的 我们再来看 这两件桃鲁 它其实是驾车泳啊 这个桃鲁呢 它是站在那儿 手里握着缰身 这件桃鲁呢 这个是寄坐的泳啊 这个车呢 应该是一个 类似于像 晴陵通常马的 二号通常马啊 这个桃鲁呢 是寄坐在这个车前面 然后手里边拿着缰身 大家注意看 这个泳的刻画呢 还是抓的动态瞬间 它的袖子是飘上来的啊 也就是这个桃鲁的塑造呢 是在陡江城的瞬间啊 这个表现的是一个动态的 瞬间的一个形象啊 这个非常有艺术性 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呢 是以孝行文明的 我们知道的 二十四孝里面的 清肠汤药 就是汉文帝留下的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汉文帝自己这么节俭 那么他的母亲 还有他的妻子 考古发觉看来 也像他这样节俭了 汉文帝自己这么节俭 那么他的母亲 还有他的妻子 也像他这样节俭了 汉文帝的皇后呢 是窦皇后 窦皇后的这个陵墓呢 虽然我们通过勘探之后 基本上把形式结构搞清楚了 但是他的陵墓 包括他外围的 十多座外藏坑呢 没有发掘过 所以咱们不好说 考古上讲究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但是呢 我们在做汉文帝陵墓的同时呢 我们还发掘了 他的母亲 伯太后南陵的三座外藏坑 这个南陵外藏坑的发掘呢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睛啊 南陵出的东西 那真的是好啊 就是跟他的陵墓一比呢 那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从质地来讲 金银器很多啊 一座坑里边出土了 一百多件金银器 就这这个坑还被盗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南陵的发掘呢 发现汉文帝呢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确实是不藏 但是因为他对母亲 这个非常的孝敬啊 古人讲呢 所谓孝指的是啥呢 说是生前士之以礼啊 死后藏之以礼 记之以礼 视为孝王啊 这是孔子说的啊 礼记里边也是这样记载 文帝是大孝子啊 中国古代二十四孝里边 文帝是唯一入二十四孝的古代帝王 你去查那二十四个人 除了文帝之外 没有其他的帝王啊 他最著名的孝行的这个事迹就是啥呢 当年在代国做代王的时候 当时他的父亲刘邦死了之后呢 他母亲就到代国跟他团聚啊 一样这个天年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代国期间呢 这个伯太后呢 就有一次得了一场大病啊 汉文帝本人以代王之尊呢 亲自伺候他母亲三个月啊 就是衣不解代 习不遐暖 清肠汤药 就是每次医生端上药 他要自己要亲自尝啊 看看温度啊 各方面 亲自给他母亲喂三个月 我当时讲就是代国虽然偏僻啊 但是作为一个王国 他并不缺少这样的奴婢啊 他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孝心呢 他自己亲自刺了他母亲啊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所以其实这样的行为 也让他有了很好的社会的声誉 用今天的话来讲 对 给自己立了很好的人设 对 所以周伯灭诸吕之后说 到底选谁来当皇帝呢 我想这是加分项 当然是 那说说他的妻子呢 窦皇后呢 不是文帝的这个发起啊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窦皇后个人的生平也很曲折啊 这个窦皇后本人呢 是出身贫寒啊 她当时出身在河北 根据后来 她跟她弟弟回忆的情况来看的话 她弟弟后来被卖为奴嘛 所以家里边呢 就非常的穷 但是她当时呢 就被选为 以梁家子的身份进宫了 在惠帝宫里边服务 当宫女 后来惠帝死了之后 汉徽帝就是汉文帝的兄长 汉徽帝死了之后呢 屡后当政 为了笼络诸侯王 然后将宫里边的这宫女呢 就等于说是给这个诸侯王分刺啊 分刺的时候呢 因为窦皇后本人呢 是河北人 她呢 当时想回老家去 回老家呢 能够照顾家里边啊 家里边情况又不好 为此呢 还专门给主遣的宦官行贿了啊 给送了点钱 你操心我的事 把我弄到河北去 结果没想到 弄巧成拙啊 这个宦官呢 最后可能把这个事给弄糊涂了 把他呢 弄到了戴国 弄到戴国 他不想去啊 他最后那个名单一公布以后 你看我这花了钱了 最后你还把我弄到戴国去了 他不愿意去 就找这个主遣宦官呢 就去闹这个事 那个宦官说 我已经给太后 把这个事上报了 太后都批了啊 都签了字了 这个事就定了 你不敢再闹了啊 他没办法 很不情愿地到了戴国 但是人生就是这么 机缘巧 咱不知道 代替他到赵国去的 那个所谓的宫女命运怎么样 但是他本人呢 到了戴国之后呢 刘衡呢 戴王刘衡非常喜欢他 后来 当然大家都知道 大臣周伯陈平 他们反遂助力之后呢 盈利戴王刘衡当了皇帝 当了皇帝之后 就在这个当口呢 就是刘衡早年 在戴国娶的妻子 戴王后呢 病死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戴王后生的三个儿子 也先后病死 当然这个事情 咱也就不追究了 反正就那个当口呢 这母子四个人都死了 这下来呢 就啥呢 那文帝既然喜欢这个 咱们现在说的这个 窦皇后 对吧 当然是这个 后来咱们有些演义里边 说窦皇后叫窦一房 那个 那个不敢这样的啥 如果严肃搞历史的话 因为 正儿八经的文献里边 没有记载过窦皇后的名字 那都是后来 那个一些演义 顶多叫个窦姬 窦姬 窦姬就是啥呢 一个姓窦的年轻女人 姑娘就这 窦女士就这 这样讲 所以说她的名字 窦一房呢 你要将来写论文干啥的话 不敢说 那那那都是后来 演义的 这个呢 到了那儿 她运气就这么好 所以说呢 后来呢 汉文帝继位之后呢 那紧接着 按照皇家的这种制度 要立太子 要立接班人 要立皇后 先立太子呢 窦姬生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刘启啊 年龄最大 因为前边 戴王后生的儿子都死了 所以说当时呢 就立了刘启为太子 后来大臣又上奏 按照标配 你要立皇后 结果呢 这个 当时 汉文帝的母亲 薄太后呢 就点名说 那就立太子母 奏是女皇后 说明人家 奏皇后呢 跟她的婆母薄太后呢 关系处理的也很好 所以你看 一个出生在河北的 贫民家的 在乱世当中的一个 因为她出生的年代 一个还是乱世 乱世啊 应该是 乱世的一名女子 人生的跌宕起伏 人生的传奇 就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她就成为了 后来的窦皇后 窦太后 对 而且窦太后 在中国历史上 就对西汉早期的 政局产生过 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 可以说她 包括她的家族 三朝这个政治 当然她 丈夫当政的时候 她呢 可以通过一些 这个其他的方式 来影响 她儿子当政的时候 当时文献记载 就说是 因为窦太后 好老子之说 所以说呢 包括皇帝 还有驻渡皇室成员 还有她娘家 这些子侄们 不得不渡老子之书 就这 甚至到了 她的孙子 汉武帝前妻 因为她死在 汉武帝建元六年 就是她孙子当政之后 她老太太还活了六年 她比她丈夫 汉武帝晚死二十多年了 然后呢 在这六年中 她还阻挠 当时的少年天子 进行改革 而且汉武帝是 等到窦太后 寿终正寝之后 才真正的登上了 亲政 而且更让大家意外的 就是窦太后 因为年轻的时候生病 双目失明 她在影响中国政坛 加盖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她是一位盲人 对 就是汉武帝 继位时间不长 她就双目失明 了不起 很了不起 谢谢马老师 给我们讲述了 这段传奇的故事 让我们也更加 接近了历史人物 也感受到了 那个时代的 整个社会的变局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时间 留给马老师 跟我们讲讲 在博太后灵出土的 这些器物 他们都有什么 来 有请 首先呢 就说是 我们先讲一下 博太后南陵 和霸陵的相对位置关系 根据史书记载呢 当时这个博太后呢 葬在南陵 说是目的是啥呢 说尽孝文帝霸陵 他葬在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跟他儿子的陵墓 离得近一点 这个母子俩呢 感情很好 生前很好 死后不想分离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根据我们实际 考古勘探 调查的情况来看 这两座陵墓 确实离得非常近 博太后南陵呢 在我们新发现的 汉文帝的陵墓的 南方稍微偏细点 大概2000米的位置 这也是博太后陵 为什么叫南陵的原因 西汉地陵里边 包括这个后陵啊 什么唯一 以方向词来命名的 只有博太后的这个南陵 我们当时呢 发觉的是啥呢 是博太后南陵 风土西侧的 三座外藏坑 从南向北 编号123 我们在1号坑呢 这个发现了 首先一个 有大概100多件 将近200件的 素衣彩绘陶影 南陵的这个陶影呢 跟霸凌的又不一样 霸凌呢 我们讲叫卓一陶影 就是他穿着衣服 现在全成了裸体陶影 但是南陵的陶影呢 是衣服素好的 而且因为保存状况比较好呢 他的彩绘保存还比较好 当时说实话 因为那个外藏坑呢 被盗了 被盗之后 我们是抢救发掘去的 说实话 我当时呢 对那个坑抱的希望不是很大 包括我们在发掘之前呢 这盗洞都在那儿 我当时还看 结果没想到挖下去之后呢 陶影绝大部分都在 那个盗墓贼呢 这个挖下去 到了一点 后来就被惊动 当时呢 首先就发现了 这样的这个 彩绘素衣陶影啊 当然也是这个互相整机 横七竖八的倒在那儿 但是密密麻麻的一片 而且颜色保存的非常好 我当时非常惊喜 这是意外之喜 更让人惊喜的是 在这些彩绘陶影的后边啊 有这个铁斧 铁罐啊 铜钱 这是当时汉文帝 给他母亲陪葬的铁斧 我刚才讲 汉文帝自己陪葬的器物非常小啊 我说实话 好几件你一把一抓 就就就就就抓起来 这个铁斧呢 是使用器 口径四十多厘米 而且呢 我们提取之后 觉得保存的非常好 经过我们的文保专家检测之后 发现铁斧里边有一层油脂 这个说明啥呢 就是当时汉文帝 给他母亲陪葬了一锅肉 或者肉汤啊 当然里边没件骨头 可能是肉汤啊 这个油脂呢 对铁斧也有保护作用 再加上铁斧本身的这个 气壁非常厚 所以说呢 经过我们处理之后呢 现在这个器物呢 保存的非常好啊 当然铁呢 在咱们现在司空见惯 觉得那根本不值钱 不算什么 但是呢 你要放在汉代当时 特别是汉初的时候 这可是高科技战略物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当时铁都舍不得来造农具 主要造兵器的啊 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旅后时期 文帝执政之前旅后时期啊 当时汉朝的敌对国家呢 主要是北方的匈奴啊 匈奴当时很强悍啊 他不敢扯 但是南方还有一个弱敌啊 就是南越啊 这个他为了限制南越国发展兵器 南越国的发展呢 他禁止向南越国出口铁 为此呢 南越国的这个国王呢 还发动了一场战争 所以说你可见 当时这个铁珍贵 所以说呢 汉文帝呢 为了体现自己的孝心 把这么珍贵的材料 给他母亲做成了生活器皿 陪葬下去 当然呢 这个呢 都是体现的汉文帝的这个效果啊 更让人惊喜的是 我们在发掘到一处这个坑壁啊 就是我们注意 一般器物都在坑底下 平面在这铺着啊 我们在这清理 结果呢 我们清理的时候 发现在一个坑壁啊 就立面的坑壁这儿呢 发现了有经营器 最后经过清理之后 有一百多件经营器啊 其中呢 就有这个 两个比较大的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是啥呢 叫当炉啊 上边这个呢 中间是香的这个飞马 金的 这个当炉是干啥的呢 当炉是马脑门前边带的那个东西啊 咱们都知道 战马穿盔甲 批盔甲 然后呢 脑门前边呢 有一个护脑门的东西 那叫当炉 炉就是脑袋嘛 当炉就是在脑袋中间嘛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后来经过这个测量尺寸之后非常大啊 就是上边那个长的呢 30度部分 一看就是实用器 它跟汉文第80截然不同 汉文第0呢 全部是名气 都非常小 这个呢 是实用器啊 底下那个稍微宽扁一点啊 虽然尺寸短一点 但是它宽呢 这个呢 是脖金的啊 它装饰的啥呢 是两边是扭身反蹄嘛 就这两个当炉的装饰风格呢 是典型的草原油木文化的风格 不是咱们汉地的装饰风格啊 包括旁边那个 是银的一个香薰 这个气候并不大啊 直径11二厘米 中间呢 有一个龙的形象 中间的龙和外边的边缘之间呢 有纺织品的纹路 纺织品已经腐朽掉了啊 我们怀疑呢 当时应该是一个香薰 而且呢 中间这个龙呢 据研究龙文化的学者讲呢 说这个龙呢 是跟咱后世啊 那个带有细节的这种龙 一脉相承的这种形象 里边最早的啊 当然中国的龙呢 出现的很早啊 原社会末期 那个有一个墓里边就发现在 尸骨的两侧 拿贝壳摆的龙啊 但是那个龙呢 只有大型 没有细节啊 咱们这个香薰中间的这个龙呢 它有细节啊 而且这个细节 跟咱后世的这个龙的形象 一脉相传啊 这个非常难得 这些呢 是在那个坑壁上边啊 我们除了发现那个银器之外 在坑壁上边呢 后来发现了很多的 这种比较小的 小型的这种金器啊 它全部是穿金的 有一个摇手的形象啊 还有一个 跟当路的形象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呢 就是像这个杏叶啊 马身上装饰的那种杏叶 它的中间装饰的是啥呢 是个熊的形象啊 旁边那个呢 是一个牛手瘦身的怪兽形象啊 底下呢 有这个火啊 或者炮的形象啊 这些呢 都不是典型的汉地的装饰风格 这是北方的草原 有木文化的装饰风格啊 所以我们讲呢 汉文帝的母亲 伯太后南陵呢 出土的这个金银器呢 不但数量多 而且文化面貌呢 很复杂 对文化交流 有非常大的研究简致 尽管这个坑壁倒了 这些东西呢 金银器呢 能流下来啊 刀目贼为什么这么蠢啊 这个是啥原因呢 是当时这个坑呢 就是木锅腐朽的时候 它上面这个土呢 压力一大以后 它垮塌的时候 它不均衡 它不是有意弄的 所以整个就这样 凭着塌下去 它塌的时候呢 它不均衡 这些东西呢 原本是在一个器具上面 应该是车马上面装饰的啊 然后呢 这个器具呢 应该还没有彻底腐朽 还在 但是它这个坑呢 垮塌的时候呢 倒下去之后呢 把这些东西挤在了坑壁上 本来它这个东西在这儿放着呢 然后这个坑塌的时候 从这儿一下子把它挤到坑壁上去 刀目贼下去呢 在那个坑底在那儿跑 他没想到 在那个坑壁的半壁上还有东西 所以说呢 给我们就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一笔 汉代的这个文物 马老师就目前我们所获取的这些考古的材料来看 已经开始能够为我们勾勒出来一个西汉的王朝 逐渐开始走向鼎盛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风貌了 对 我有一个问题 做的这个主 因为它毕竟在汉初 也是把持朝政也挺久了 然后一直影响到汉武帝的时期 妻子说 皇后说 西汉呢 有十一位皇帝 只有汉文帝 一位皇帝 埋在白鲁园上 再结合着大家刚才的答案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 为什么他没有和自己的父亲 也没有和自己的后任者埋在一起 为什么只有他孤零零的在这里 谁做的这个决定 首先一个 霸凌位置选址 是汉文帝自己做的决定 绝不会是他的儿子 也不是他老婆 你不要拿现在的婚姻观念来去想 为什么选在这个位置呢 这个里边有很深的原因 这个是这样子的 你看咱们古人啊 中国人包括现在 也有这样的风俗 落叶归根 我是一般的情况下 你想死了以后 都要埋在老家祖坟 对 在文帝之前呢 他的父兄呢 已经葬在了 汉都长安城之北 与汉京城 紧隔一条未水相望的 咸安园上 形成了一个 魏北祖陵区 按中国人的观念和风俗 他是不是应该葬在 常宁他父亲的身边 但是他为什么远离祖陵区 选在了长安城东南的霸凌 这个呢 我个人呢 研究之后呢 我是认为主要的有三条原因 第一条是政治形势的需要 第二是他母亲薄太后的葬制的需求 和他母亲有关系 第三 第三是他本人 从情感来讲 他不愿意葬在他父亲身上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舞台和时间留给马老师 我们认真地来解读一下 霸凌为什么在这里 有请马老师 为什么我刚才讲 说是皇帝这个陵墓的选址 还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系呢 汉朝啊 包括之前的秦朝什么这样子延续下 他都是在关中建都的啊 当然秦朝呢 是在渭水之北的这个咸阳园上面啊 秦都咸阳 然后呢 汉朝呢 因为当时秦王之后呢 项羽呢 对秦咸阳破坏得很厉害 当时都城的建筑没法用 后来他就搬到了渭水南岸的长安这一块啊 但是都是在关中中部这一块啊 关中呢 为什么叫关中 我们讲呢 文献记载说 关中是四塞之地啊 它实际上有四个关口 东边就是出关东的道路啊 有一个狭隘的地方 在咱们县在河南的陵宝啊 它叫寒谷关啊 然后呢 东南方向上 有一个在我们现在陕西丹凤呢 有一个叫五关啊 西边当然有这个宝基的散关 和宁夏那一带呢 有一个萧关 它是这么一个四塞之地啊 这是关中的一个形式啊 但是问题是 这个四个关口呢 之内呢 关中几乎是一片大平原啊 没有自然的地理屏障啊 这个在军事上非常不利 汉文帝呢 是刘邦的第四子啊 他理论上讲是 没有资格继承皇帝这个地位的啊 但是呢 后来呢 因为吕氏专权啊 大臣呢粉碎诸女之后 要在刘邦的后裔里边 选一个老实人做皇帝 选来选去呢 就是代王刘恒呢 不管个人的人品啊 道德修养 还有他的母亲各方面 都是符合大臣的标准的 所以最后就盈利他做了皇帝 做了皇帝之后呢 这个呢 简单讲呢 就是其他诸皇不服 我们都知道 汉初的时候 刘邦呢 搞了一个统一战线 在楚汉战争时期呢 为了消灭项羽 对抗项羽 他也搞了一个统一战线 把地方实力派 笼络到自己身边 当时给人家 开的空头支票 就是打下天下之后 咱们共享天下 我要封你们为王啊 当时他立了立国消灭项羽 项羽这个在该下自问之后呢 他建立汉朝 他就分封向 韩信啊 这个彭越啊 英部这些地方实力派 当年呢 这个为他打天下 立了功的这些人呢 做诸皇王 但是刘邦呢 对他们不放心啊 刘邦在位只有八年 八年间 他一天都没宣承 干啥呢 削出一行诸侯 他认为呢 这些一行诸侯呢 都是大战略家 我在世的时候好控制 我一旦死了 我儿子控制不住这些人 所以我必须要 把这个隐患 帝国的隐患 在我手里 清除掉 所以说 他剪除掉这些一行诸侯呢 之后呢 他又把自己的什么兄弟子职 分封到各地去做 这个诸侯王 他认为呢 这都是刘邦的人啊 到时候有事 你们都来帮忙 他的想法非常天真 在政治上我们可以叫 非常幼稚啊 实际上这个埋下的隐患更大 为啥呢 那些异性诸侯呢 他不是刘邦的子嗣 他做皇帝 从法理上来讲 是不合理的 但是他后来封的 这些同性诸侯呢 全是刘家的 你能做我 做皇帝 我也能做皇帝 对不对 所以汉文帝刘恒呢 外藩入寺啊 你是一个诸侯王啊 是孰子入寺啊 所以很多诸侯王就不服 在文帝继位的第三年 他的侄子啊 就是他大哥 齐王刘肥的儿子 刘兴居 这个人呢 在汉文帝继位的第三年 匈奴难亲 汉文帝组织帝国军队呢 精锐部队去对付匈奴军 他认为有机可乘 他公然举兵造反 当然这个当时呢 汉文帝紧急调遣 争较匈奴的 抵御匈奴的部队呢 很快把他这个反叛的就扑灭啊 在汉文帝继位的第六年 他的小弟弟淮南王刘长啊 封在咱们现在 这个安徽 陆安这一带的 淮南王刘长呢 又公然勾结朝臣谋反啊 这些问题呢 凸显了当时关东的诸侯王 对中央政权的这种威胁啊 而我讲呢 关中呢 在东边就两个关爱啊 自然的爱口 一个汉关 一个吴关啊 一旦这个爱口突破之后 长安呢 无险可数 而当时的皇帝陵墓呢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埋葬皇帝尸身的墓葬 而是啥呢 它分三大部分 核心区当然还是陵园啊 墓葬啊 然后外边有啥呢 大臣陪葬墓 另外一个呢 在旁边还建了一个守灵的县城 叫灵异 就是修灵的时候 他建的这个县城呢 灵异呢 是为修灵工程 地灵工程啊 做后勤保障基地的啊 当时皇帝 但是死了之后 埋葬下去的 这个县城的灵异呢 就变成了象征为皇帝守灵的 这么一个县城了啊 而这个县城里边住的人是多少呢 根据文献记载啊 至少有十到二十万人 他把位置选在白鹿源头 而白鹿源头这个地方呢 刚好是通往关东的两条大道 韩古道和武关道交汇的地方 然后呢 汉文帝把自己的陵墓选在这儿 在旁边建一个有十几二十万人住的县城 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一旦东方有变 那两个关口守不住的话 这十几二十万人能起来抵挡一阵子 这样子为帝国中央政府组织军队 就提供了换处 这就是那个所谓的政治形势的需求 第二点呢 就是我讲呢 还是他母亲藏制的需要 他母亲呢 没有当过皇后 是刘邦的嫔妃 但是因为后来他当了皇帝 他尊他母亲为太后 实际上就给了他母亲一个皇后的帝名 但问题是当年他父亲刘邦的皇后是谁呢 是吕后 明媒正娶的吕后 吕后呢 死得早 吕后已经按皇后的礼事合葬在了长陵 如果说汉文帝把自己的陵墓选在他父亲身边的话 他父亲的陵墓旁边呢 人家皇后是吕后啊 不可能出现两个皇后陵墓 怎么办 那他母亲就只能降级了 按嫔妃来陪葬 这个是汉文帝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葬在霸陵的附近 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这呢 我单独给他建一个陵区 按皇后的葬旨给他修理 我们经过考古勘探 发觉之后发现呢 确实是伯太后的陵墓 不管从地面上的风土的形质 还是地下的墓穴的形质 都是按皇后级别来这个修建 包括外长庚的设置 都是按皇后级别来修建 这就把问题解决了 第三点为什么讲 说是汉文帝本人从感情上讲 他不太愿意跟他夫妻葬在一起 这个呢 当然就存在一个他母亲的身世问题 当然就是汉文帝的母亲呢 其实原本呢 是当时秦末战乱时期 关东六国纷纷复利 就是当时这个复利的那个魏国 魏王豹的一个贫币 后来刘邦的军队 把魏王豹给灭掉 灭掉之后呢 刘邦呢 把魏王豹的这个嫔妃啊 这个搏击呢 就收纳到自己的工艺而来 但是刘邦收了之后呢 因为刘邦说实话 可能自己的嫔妃很多 当时一时兴起收了搏击 但问题是 过后他把这个事忘了 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别人提起搏击以后 他想起来了啊 所以说呢 后来呢 就等于说是跟这个搏击呢 怀了汉文帝啊 就是后来的这个文帝啊 也是当时的这个皇子刘恒啊 实际上再到后来呢 史书记载说是 国际呢 西建高祖啊 很难建上高祖一面 文帝那个时候 母子俩呢 就是冷清的 都不如人家 这个太子刘邦啊 他也知道 他父亲从来没有 让他接班这样的想法啊 后来呢 把他贬到了戴国 戴国那是苦寒之地啊 到那去守边 在这种情况下呢 后来 因缘机会啊 风云突变 然后他继位 当了皇帝 我就在讲 这古人呢 灵魂观念很强 所以地下还有个阴间世界 我就想呢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地下有之 他葬在魏北祖陵区 跟他父亲 辟邻而居 如果地下有之 他将何以面对他父亲 他父亲从来没想让他当皇帝 让他三哥当皇帝的 但是他三哥呢 被吕后堵死了 后来呢 他当了皇帝 怎么给他父亲交代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就是个人情感方面 还有一条是啥呢 就是汉文帝这个皇帝呢 我们都讲 他是节俭皇帝 包括他临终的时候 要求博葬 这都是节俭的一个举措啊 他一生呢 很少出巡的 但是他三次巡姓戴国 戴国是他当年的第二故乡啊 他封在戴国生活了15年 而在戴国生活期间呢 正是吕后当权时期 吕后不停地残害流亡的子嗣 戴国呢 是他们母子俩的避风岗 他对戴国非常有感情 他三次巡姓戴国 晚年的时候 有一次戴国住了三个月 甚至都不想回来 就对戴国有这么深的感情 而我刚才讲呢 刚好他选的霸里 白鹿园底下呢 有一条大道是通往 关东的大道 这个关东大道呢 就能到戴国去 实际上我觉着 他选在白鹿园头这一块呢 贴近了通往关东的大道 便于他的灵魂呢 回归代国 关于这个霸凌啊 这个选址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马老师带来的精彩解读 也希望在未来 汉文帝霸凌的考古当中 还会不断地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马老师 谢谢 谢谢您 马老师 谢谢 谢谢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 颇有建树的封建帝王 汉文帝刘恒 将自己所有的辉煌 都留在了关中大地上 而他自己呢 也许就像马老师说的一样 他和他的母亲从霸凌出发 沿着这条再熟悉不过的大路 回到了代国 回到了心灵的故乡 因为只有在那里 他才是妈妈的孩子 感谢各位收看 考古空开课 下期见